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講一下PokeMMO 在19號就來了一個新的更新 我們來看看 這個更新的一些內容 我都會放到下面的簡介表 大家可以看看 那我就會重點會講一講 其他一些比較細節的就不講了 首先講一講就是 下個星期就會有這個萬聖節活動 應該都期待已久 因為MMO的活動其實都是只有兩三四個 所以這個活動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玩一下 之後另外就是一些技能的更改 有些新的技能 其實這些技能大多數都不是很特別 所以就很普通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 之後就是一些特性的轉換 搞天狗第二個特性就轉了成風 這個成風就可以吸收所有的風系的技能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 那他吸收了這些技能的話 就會有提升攻擊的一級 對了 老實說 不可以說是十分有用 因為搞天狗本身 種族直上 甚至是能力來說 技能其實都不是十分厲害 所以應該比較少人用 對 雙打就有機會多人用 OK 好 到下一個就是波加曼 即是這個神魯的主角 這個夢特性改為好性 之前就是這個不復書 就是加攻擊 現在轉了好性的話 就是降低能力變快的時候 就會增加兩級特攻 其實都很正常 因為這個改動 就是因應他 帝王拿坡的種族值來調 因為帝王拿坡的特攻是高一點的 OK 那這些就沒有什麼特別 好 之後下一個就是重點少少 就是這個鳳凰挑戰 那當你通關了成都之後 這個鳳凰就會變成一個副本的形式 副本的形式就會掉採紅羽毛和神獸香水 這個神獸香水就可以提升 撞到神獸的機率 那這個鳳凰的挑戰 就沒有任何的金錢可以獲得 只是可以獲得這個採紅羽毛和神獸香水 那就是十條羽毛加三支香水 那我就覺得這個鳳凰其實都相對地難打 因為他全部都是100個 然後會打炎帝、水軍和雷公這三隻寵 他會逐一叫出來的 那所以其實都難打的 是啊難打的 那就遲些看看有沒有機會做個攻略給大家看看 那另外就是Red 那Red挑戰就是白人山那個 白人山一樣 當你通關了成都之後 就...不是這個 當你挑戰Red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特殊效果的二次隊伍 那大家在19號更新之後 應該也有些人會去打過 那他其實都應該是有三至四隊的替換隊伍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只有一隊 那...就... 相信應該就要再用不同的隊伍去打這個Red才行的 對了 那另外剛才都忘記說了 就是他現在的冷卻時間 可以在這個副本信息上查 跟天王一樣 那就等大家呢 不用走到白人山之後 就見不到Red了 好 那下一個就是關於這個... 一些時裝 這兩件時裝呢 就是很久以前已經有了 那它有一個... 它是一個活動的... 客時的一個回歸 對啦 那在萬聖節的時候就會有的 然後另外那些就沒有什麼好大特別 就是這個平衡方面 平衡方面 就是這個龍星群 終於開放給這個三頭龍再次使用了 因為...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 就是MMO裡面 三頭龍是不能用龍星群的 因為它是故意改過來的 是一個特別的環境 一個PVP環境 所以它是不能用的 至於為什麼會開回龍星群出來用呢 就是因為... 早排出了一個突擊背心 所以其實龍星群這招的人 他們就... 考慮過就放出來 那... 算是一個好事啦 因為三頭龍沒有龍星群 用龍之波動呢 其實都幾傷下的 那個差距都很大 好 下一個 到風淚特性啦 風淚特性這個 最常見的精靈 就是艾魯雷朵 艾魯雷朵以前風淚特性 是1.5倍 現在就變了1.3 然後在今次的更新 就是1.3變回1.4 那我其實都覺得幾無謂 因為艾魯雷朵 其實風淚特性 是不是真的這麼強呢 我覺得... 又未去到真的這麼強 又未去到要削弱這麼多 然後現在又再升回 其實整件事很白癡 好 下一個就是這個 天雅玲 天雅玲的捕捉率稍微降低 其實意思是說 容易些捕捉 還是難捕捉呢 我想應該是容易些捕捉吧 因為本身其實都很難捕捉 OK 沒什麼特別 愛心與攜帶 深之輪片的機率降低 即是意味著 深之輪片的價格是會上升的 那以前呢 以前呢 深之輪片應該是四千多至五千塊 價格 但是我今天看 在10月20號 其實已經是升到七千塊了 那所以 算是一個 有好有不好 是有好有不好 關東早期的貓貓 群怪二趣 我想應該是說 華南道館下面的群怪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大特別 因為我都很少去那裡 之後就到這個 一個反傷的所有特性 和一些道具 對BOSS精靈的傷害降低 那老實說 都是不關我們事 因為 應該很少人會這樣反傷打BOSS 我不清楚是不是有人會這樣用 下一個就是引爆特性 每次只可以捕捕一次 都是沒什麼特別 因為很少我會這樣玩 之後就可以看一下這個 他有改了一些東西 就是每個角色只可以 購買一個經驗放大器 都很正常的 另外就是 購買超過99的道具 會再增加抗認 這個也不錯的一個改動 因為有些人 會直接買了幾百個 甚至999個都不奇怪 所以他就弄了一個什麼 沒什麼特別 然後就是 這個 這個往年的萬聖節糖果 和特製糖果 我終於被移除 就會得到這個退款補償 這個如果以往有草 這些特製糖果 就看看他這次給你什麼補償 這個更改就是這麼多 當然 黃德MMO的 一定會有偷改 不會在更新列表告訴大家 有什麼偷改到呢 暫時以至的就是 如果你打BOSS 是用一般皮膚的特性去捕捉BOSS 那他現在如果你照用的方法 其實是會被人用鎖定鎖了 就是說 當你的一般皮膚沒有了 是會直接打中你的幽靈系 所以其實 算是少少偷改 至於有沒有其他偷改 就暫時還未清楚 暫時還未清楚有什麼偷改 以我所知的話 這個更新就是這麼多 大家可以看看有什麼更新的內容 還有可以試一下有什麼偷改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下次再見 拜拜